哈囉大家好,我是葉子 這次要來分享的是 純素藍莓梨子野奶隔夜燕麥粥 慢慢的天氣已經沒有變得這麼涼 有時候在早上也想吃一碗有點冰涼的隔夜燕麥粥 那在市場看到新鮮的梨子覺得和家裡的藍莓很搭 所以就買了它,製作了這一個梨子藍莓燕麥粥 藍莓與夕陽梨的味道非常搭 加上濃郁的燕麥口感真的讓我很愛 那麼同樣先來看,需要的食材有 傳統燕麥片,是傳統的不是即食的喔 然後還需要吃鴨子、飲用水、全製椰奶、鹽 楓糖漿或是椰糖漿、肉桂粉、冷凍藍莓 我覺得這個食譜是適合用冷凍的 你也可以用鹹鹹的啦 然後還有西洋梨 那麼同樣的完整食譜會寫在部落格裡 連結會放在下方的描述框裡 這個食譜的做法非常簡單 只要先把除了藍莓和梨子之外的所有食材 放到一個密封罐或是容器之中 然後把它們攪拌混合均勻就可以了 這次比較特別的是,我在這裡就有剩下一點飲用水 讓整體吃起來不會太過於濃郁 然後接著就是肉桂粉 還有楓糖漿或是椰糖漿 那量的部分你可以試味道後自己再做調整 我大概加了2.5小時 接著放一點點鹽是提味用的 然後這個時候可以先蓋上蓋子 接著我們要做一個搖晃的動作 剛剛有提到是要用密封罐裝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啦 上下搖晃比較能搖的均勻 然後如果看到邊邊有結塊的話 通常是茄芽子啦 就打開來 然後再用湯匙稍微攪拌混合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就已經可以看到 燕麥片有稍微吸水分了 所以變得有一點濃稠 那顏色也已經有一點變了 接著混合均勻之後 我們就再把它蓋上蓋子 放進冰箱冷藏一碗 或是4-6個小時 至少4-6個小時會比較保險 接著隔天早上我們把燕麥杯給取出來 然後準備來切水果 藍莓的部分我也會先放在一旁 讓它稍微解凍一下 那西洋梨這次我使用的是那種 有點胖胖的紅色的西洋梨 就把它切成丁塊狀 接著我們打開燕麥杯 把切塊的西洋梨丁放到上頭 浸泡過一碗的燕麥 吸飽了水分就變成燕麥粥囉 所以可以安心的把西洋梨放在上頭 不會沉下去 接著我們把冷凍藍莓也放上來 我喜歡讓冷凍藍莓稍微解凍一下 因為他們這樣子會釋出之意 讓這個燕麥杯帶點水分也不會那麼冰 到吃的時候我喜歡再淋一點楓糖漿 因為楓糖漿的味道讓我覺得荷蘭梅的味道很搭 接著就可以直接拿湯匙開始享用囉 用鹽奶浸泡過一碗的燕麥片 吸飽了水分變成了燕麥粥 吃出來濃郁 加上楓糖漿、肉桂粉 還有藍莓以及梨子 吃出來口感豐富變化 味道很棒 它是其中一個讓我覺得早餐很像在吃點點喝點心的感覺 我很喜歡這個隔夜燕麥粥 愛濃郁口感的泥 有機會也試試吧 如果有製作的話 歡迎到Instagram或是Facebook 和Hashtag Barrel Leaf或是桶子月 與我分享你的成品價喔 另外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不要吝嗇給我一個讚 這些都是我的動力 也歡迎訂閱追蹤我的頻道 這樣有新影片推出時就會收到通知不會錯過 那最後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